吹個島 欸 你們有試過躺在這裡 進夢境嗎? 很好笑 因為夢美感覺好像是要幫你那個 幫你補喔 就是我們在臥推 夢美在後面幫你補一個安全槓 就是你沒力的話我會幫你抬起來 好 我們再來抽下一個 好 已經抽出來了 我想進入夢境 6 8 5 7 4915 5991 喔 0 4 2 2的島 島民直接用數字真的還蠻特別的 喔 這個島 我有印上 我記得 我的設計就只有 它的島旗 我印象中 對 果然是這個 沒有錯 它的島 我記得它的島是有被我選為後補的 你們看它的島的地形 我那時候有想過要去訪它的島 然後因為有另外一個人的島 也跟它非常類似 然後我在他們兩個人中間就覺得很難挑 我 我們現在從下面這邊 好 這個喔 這個島 這邊是正常從這裡出來的地方 它的信箱全部放在這裡 好 這裡 這裡有一個小巷子耶 是死巷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販賣機 好可怕喔 感覺在這裡會被搶劫 你好 如靈 好可怕喔 這個感覺是史培亞的房子 它房子有史培亞嗎 欸 果然有 好 這邊就很接到 它的那個地板 它這裡畫的是什麼 這什麼東西耶 有點看不出來這什麼 但就很童趣的一些插圖放在地上 做一個兒童公園這樣 喔 這邊又變一個日式的庭院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裡感覺很厲害喔 然後這裡 你們看 大家島上應該都有一塊這種東西 這個叫什麼啊 這個叫什麼 是叫 它有什麼名詞可以稱呼嗎 就是沙灘上面多出來的這一塊 我知道日文是叫假 中文也叫假嗎 日文是叫ミサキ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是怎麼稱呼那一塊地方 這邊 日本料理區 很酷喔 那種G酒店的感覺 多餘的地 凸地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那個東西怎麼稱呼對不對 我過不去 他不給我過去 他是怕我跟島主講話嗎 是不是他有什麼一些 講了會害我被BAN的內容之類的 那我們就不要過去 這裡 哇 感覺是舊書攤喔 還有一些賣CD的地方 文清區喔 請原諒一個不太會找路的人喔 這裡是他的服裝店 服裝店這裡有洗衣機還有一些掛衣服的地方 也算是一個裁縫地區這樣 這是誰 茶茶丸的家 茶茶丸的屋頂就紅了 酷 紅色就給讚 這邊應該就可以連接到我剛來的地方了吧 沒有耶 這裡是有一個戶外的餐桌區喔 這好好看喔 在這種石頭上面放燈塔然後鋪這個地板 這個好讚喔 這邊也是 大加分耶 那個瓷磚 這裡不能過嗎 我剛怎麼過來了 這邊也有一個 哇 這裡很漂亮 一些園藝的造紙 感覺像如果有梯子的話 站在上面 拍照應該會很好看 這邊有路可以走 我們從這裡過去 這裡還有一個橋 它這邊有標示說這裡是往那個貓頭鷹 就是博物館 博物館的方向 我們先往這裡走 所以很日式喔 這是歌舞技的家 歌舞技的家就是很適合長這樣的 哇 造景喔 這邊和風橋過來 然後這是蘆林的家對吧 就非常的東方風喔 同樣性質房子的角色就把它放在一起 什麼 喔 它在竹長椅上面放書耶 好有文青氣息的感覺 那這邊下來呢 這裡就是一個結婚的教堂 這邊是直接給你簽字的 公正用的 這裡有個帳篷 這裡有個帳篷 沒有人 可惜不能看到它當天帳篷住著誰 它這邊有個小禁 秘境 喔 它的房子在這裡 嗨 查查完 這裡 椅子上又放著雜誌喔 你們先去看一下 你直播多久了 我從8點直播到現在 哇 我喜歡這個小空間 書櫃小空間 應該怎麼講 該怎麼講 我覺得我去別人家裡做客的話 就會看到別人家的客廳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很酷很酷 我覺得非常的生活化 這裡 泡澡的地方 這裡是洗衣服的 就是一些黑色系的 唉 馬桶在這裡 它剛沒有自動打開的話 我沒有發現那裡有馬桶 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洗手台 只是上完廁所後沒辦法洗手 很漂亮很漂亮 大概是睡一晚要四五千塊以上的Airbnb房間 這裡就是兒童房了吧 大雄的衣服 看一下這一面牆上 好 沒東西 顏色有統一耶 顏色統一之後就很好看 突然另外這一邊 突然卡門跟這個骷髏頭放在一起 這邊看起來是他畫畫的地方 工作室 這裡是他工作室 好 怕我會直播到明早吃的店 不會 因為這個地方逛完 我應該就沒店了 我是說我本人會沒店喔 我就要休息一下了 所以等他這個地方逛完 就看做一些比較輕鬆的事情 就不會再綁 其他的島嶼就等下一次 一個吧台區喔 都11點了 我侄子怎麼都還不睡覺在外面亂吼亂叫的 好 喔 喔 這個房間好手工喔 哈哈 感覺好像什麼東西是手工製的耶 感覺很貴喔 地板啊 地毯啊 然後這些 那邊有掛一些他島民的圖喔 有幾支也都是我島上有的耶 芽梅啊 然後史培亞 彼得 然後檸檬娜也是我家有的 歌舞伎 叉叉叉叉叉叉 茵茵 我都會忘記茵茵叫茵茵喔 我太習慣叫它 Doremi了 因為它日文叫Doremi 我覺得很好唸 這是什麼 冬天的浴袍之類的 這個也是喔 房間色調統一的話就很好看 他很喜歡這種大地色系的東西喔 搭配起來也是真的很好看 欸這裡剛才有來過嗎 欸你們知道這個嗎 這個是上次的牛仔馬嗎 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我們一般的搖搖馬是這樣的 它是這樣子晃的 那牛仔馬呢 因為它可能想要體驗那個牛仔的感覺 所以它的馬是亂晃的 這是一個動森小小細節 就是它們搖晃的方式不一樣 這個就是小朋友在玩的 然後這是進階版的 你要駕馭他 這邊就是一些舊書 好 我們來上去看一下 欸 這裡怎麼有人 我剛才居然都沒發現好可怕喔 終於在夢裡見到你 這個台詞有點可怕 欸我現在是走回來了對不對 可是這邊我剛才沒有來過嘛 所以我們就逛一下 喔對 這裡是它的島的右邊喔 剛才我們都沒有走到這邊來 這邊進不去 這邊看起來就是一個咖啡廳 這邊有做一些麵包 這光點怎麼長在很奇怪的地方啊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有光點啊 這太神奇了吧 你們有發現嗎 這光點是怎麼一回事 好 應該 再往這邊走 所以剛才那個應該是茶茶的房間吧 那是魚子醬 這應該是茶茶吧 對 茶茶的家 欸 有人說 他在他的甲板這邊放上我的設計之後 他的甲板就不會出現魚欸 有人這樣私訊我跟我講這件事情 可是我自己沒有實測 有人自己島上也是這樣的嗎 嘿 茶茶 好 我也好好玩 欸 然後就過不去了欸 欸 他這邊有用那個欸 你們看他用一個磚頭牆 然後用一個草叢 磚頭牆 草叢這樣圍起來 這邊上不去喔 好吧 看來我只能原路回去了 欸 為什麼這間房子看起來也很茶茶 魚子醬 兩個房子一樣 這裡看起來就是他的博物館 博物館這個招牌 啊啊 擋住看不到 這個感覺 我要看牌子就走進去了 真的喔 也有人甲板用我的設計就沒有魚了 所以可能喔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喔 好 我覺得這板子很好看 欸 這裡居然擺了一個電話 哇 他這邊有一個小小教室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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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是我 對 剛才有講過話了 喔 他這邊也有一個電影院 大概要這樣子 這個角度才看得到 這樣子 然後他這邊在播電影 好 這是捷克的家嗎 喔喔 應該逛完了吧 嗚 終於逛完了 因為他的地形太複雜了 找路找得有點頭暈喔 好喝喔 阿! 嗯? 好喝喔 有喔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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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喝喔 快喝吧 尷尬 快喝喔 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